上个月24号 路易斯安纳州的非洲裔副治安官达里尔·塞米恩 罹患癌症去世 他的妻子卡拉·塞米恩 想将他安葬在家附近的一处公墓时 遭到拒绝 公墓职员说 只有白人才能葬在这里 并出示了相关的条款说明 卡拉·塞米恩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感觉像是挨了一巴掌 无法相信这样的事情居然发生在2021年 事件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 有网友评论到 无法接受 可耻 难以置信 都2021年了 居然还有这样的事 太恶心了 终极种族歧视 就连死后都要种族隔离 美国就是在种族歧视上建立的 很不幸未来仍将是个种族歧视国家 随着事件不断发酵 该公墓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 删除了相关条款 公墓理事会负责人出面道歉 称职员所用的销售合同 还是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 公墓后来表示将提供一块墓地 但是这家人表示拒绝 Nothing none of us could do But we did it and to be told this it's like we were nothing you know he was nothing he 嗯